释迦摩尼佛视线在人间 对于那些小根性的人 得不 烦恼重 他们喜欢小乘 小乘是什么 人听法 贪念人间天上 不知道有更殊胜的大法 不知道 佛度众生 一切随众生地平 佛没有意思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 佛如果要有意思 他就是凡夫 怎么称佛 无名烦恼断了 沉沙烦恼断了 见思烦恼断了 这叫称佛 所以佛视线在世界 在任何世界都没有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当然没有 分别是沉沙烦恼 执着是见思烦恼 奇心动念 奇心动念就是无名烦恼 没有啊 没有奇心动念 这不能不知道啊 佛与法神菩萨 在六道 在十八界 做种种实性 完全是众生所干 在任何世界都没有起心动念 任何世界都没有起心动念 这个事情很难懂 我们看江本胜博士 这是日本科学家 做的水声音 能体会到这个意思 水矿 他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可是 他懂得人的意思 他对外面环境 他完全知道 什么事都瞒不了他 我们以善心 善的意念 对他 你看 在实验当中 他显出的洁净 非常之美 我们以不善的心 对他 讨厌他 怨恨他 不喜欢他 他的反应 是很难看的突然 这个实验 做了几十万次 得到答案 是相同的 没有意外 证明了 谁 能看 能听 懂的人 那我们就相信 就能相信 信德 信德 本来具有 见闻就止 见闻就止 见闻就止是信德 不生不灭 清净不染 本无动摇 迷了之后 他就变直了 见闻就止 迷了之后 就变成 受祥行识 受祥行识 有染污 见闻就止 没染污 精神现象 从哪来的 自信里头 本有的 所以大臣经上常说 法外无心 心外无法 心就是见闻就止 自信里本有 我们应当要知道 我们起心动力 言语造作 如果是想 别人不知道 那是自欺欺人 佛菩萨知道 鬼神知道 不但鬼神知道 古人又说 天知地知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天是什么 大自然的现象 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 山河大地 树木花草 他全知道 我们都怀疑 我们都显瘦的 还原观 完全明白了 我都显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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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显瘦的